我們看這一題 他讓你在3分之5跟2之間找出四個相異的有理數 這個我們怎麼找 我們可以兩個加起來除以2 一定是這個之間的有理數 我就好兩個加起來除以2 就是3分之5加2除以2 這個就等於5分之5加1 然後呢 這個跟2 再給他加起來除以2 或者是說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6分之11 那6分之11的話 我再給他加什麼呢 這兩個加起來再除以2 6分之11 加2再除以2 就變成12分之11 加1 這個等於多少呢 12分之多少 11加上12 23 23 23 然後再來 再來是 這兩個加起來除以2 24分之23 加2 24分之23 加1 24分之23 等於24分之多少呢 24分之47 再來 那再來的話 那個就想著 應該多少 應該是 48 48分之47 再加1 就比2 少了48分之1 就等於 48分多少呢 5 95 那這樣的話 就等到 1234 就6分之11 6分之11 12分之23 這樣就 反正喔 這個無窮多個方法喔 可以找出這之間的優理說啦 至少這樣是一種方法 就等到